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进出那个尸洞 甚至连他家养的狗也可以安全进出 但换作别人 一旦进入那个尸洞 就没有一个可以活着出来的 因此整条河就只有他一个船公 表面上说是河神给他面子 其实后来在三叔闻了下狗的味道时 就知道了这个秘密 原来这个老船公因为家里穷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死人最多 为了不被饿死 家里从小就让他吃死人肉 久而久之 他的体内就聚集了大量的阴气 他家的狗也是如此 在威哥前妻的视频里可以知道 在那个尸洞不但有着尸憋 更有着大量的怨灵 而他由于长期吃死人肉的原因 体内的阴气远大于阳气 因此他皮肤里散发的气息就如同死人一样 而那些洞里的厉鬼也只能当他是死人 加之他每次载人进度谋财害命 都只在半路就爬上冻上岩壁的窟窿里 等待客人遇害后再等船飘出来捞尸 所以他每次都能安全出来 而这次由于无邪的三叔一早就有察觉 所以一直都在暗中提防着他 他自己也无法脱身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但是已经进入到了尸憋的捕食范围 虽然他的阴气体质可以不怕厉鬼 但尸憋不管活物还是尸体都是来者不拒 害人中害己 最终他也惨死在尸憋锋利的牙齿之下 好了本期的盗墓笔记系列小说的解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关注及订阅威哥影视说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威哥影视频